北京时间11月2日,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着,日本U17女族主帅来赤墓碑解雇,日本族协的解释是,该教练和女同事有不必要的身体接触,值得一提的是,日本U17女族即将参加U17世界杯。 对于日本族球来说,这是一起的正式的事件,事实上,南乃志姆可谓是累教不改,早在今年6月,她就被报和日本族协的女性员工有不恰当接触,南乃志姆甚至遭到了投诉,日本族协也警告了她,没想到,南乃志姆在9月份再次遭到投诉,被骚扰的日本族协女员工投诉,到了日本族协纪律委员会女性事务部门。 最终,南乃志姆被解雇,由于U17日本女族将在11月到12月参加U17女族世界杯,因此这一事件也将对球队带来重大影响。 根据在城,本月13日,16日和20日,日本U17女族将先后对战巴西、南飞和墨西哥。 此外,日本U17女族姑娘们对南乃志姆的行为感到惊讶,事实上,日本体坛近几年多次爆出性丑闻。 亚加达亚运会,由4名日本南乃运动员身穿国家队球衣,在当地的娱乐场所循环,结果这4名球员均被日本亚运代表团劝退。 事后,4名球员和日本蓝鞋都到线了。 今年3月,日本摔跤选手,四季奥运会冠军一条心,在接受杂志中看完春,采访时爆出多年遭受教练融合人的性骚扰。